22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原民立委持续关切 自制猎枪管理办法进度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 经过与各部会讨论后 目前已达成共事 也完成相关条文修订 预计下周送到内政部法制作业 立委孔文吉要求相关单位 能提前让立委们了解条文发展 并邀请猎人等团体参与会议讨论 保障逐人狩猎权与枪支安全课题 他的制造的程序如何 那你们要跟警政署跟言民会 你们那个条文 是不是说应该要先让委员了解一下 我们之间的会议已经都有共事了 而且我们都有邀请猎人的相关团体 都有来参加 针对就有猎枪给家收购 警政署在27条的落日条款当中 将收缴期限设为118年12月31号 不过立委武力华也指出 警政署有提出非强制架构修正的因应措施 我们警政署这边内政部这边有从善如流 就是特别在28条提到就是就有的猎枪 可以不用再强制架构破坏游泳功能 是这样吗 是把它修正过来了 立委政天才则是提出修正动议 要求在枪炮弹药刀屑管制条例 第五条之二第一项第六款条文增加弹书 原住民基于传统习俗文化持有自制猎枪或刀械 违反本条例规定受缓行之宣告 缓行其满而未经撤销 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线 强调原民猎人枪支弹药除罪化 我再把他献说在原住民基于传统习俗文化 持有这些自制的猎枪或刀剑 这个部分希望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给予支持 说明一下 我觉得可以讨论的 那你下次要我说 要说no 好我们还是会有 我们再讨论 不要怕 对于立委政天才条文修正的建议 内政部表示 与原来版本有相当程度限缩 无法立即承诺会再讨论 原是新闻胡春八度 立法院采访报导